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次的中国禁闻 据美国大纪元新闻集团旗下的新纪元周刊 引述北京消息人士透露的消息 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已被调查 湖北省原政法委书记吴永文日前被秘密逮捕 带往北京和汕头政法委书记陈增新的被调查 都与周永康有关 海外博讯网3月20号也报道说 吴永文的案子牵扯到公安部领导与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虽然周永康已认错并决定永远不再抛头露面 但他过去两年利用政法委敛财 利用经济案件打击对手收受贿赂 以及对付异议人士的残酷做法 仍然让稍有良心的人士都深感不安 另外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3月19日四川籍富豪刘汉 与他的两任妻子以及部分家庭成员都被警方控制 政界传言 刘汉被控除了与目前已经落马的 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成有关外 可能还指向某位曾在四川任职的退休中共政治局常委 刘汉目前控制四川汉龙集团有限公司 是一家广泛涉足清洁能源资源开发基建 高科技环保产业和跨国投资等领域的大型民企 规模达到200亿 报道说刘汉经营风格很受争议 多年来也有很多他涉黑的传闻 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3月19号公布的报告说 在西非国家科特迪瓦2002年至2003年内战时期 中共曾向科特迪瓦出售了大量弹药 报道说这个行动激化了科特迪瓦内战及战后的混乱局势 大赦国际指称已确认了这些武器弹药 也在2010年科总统选举后的混乱时期被军方用于杀害平民 中共向科特迪瓦大量出口的是步枪用子弹 估计这批弹药近年在科特迪瓦政府军的同型号弹药中占了30% 好观众朋友下面请看时事禁闻